台阳改良城 他比分枪这样过程后 是他来评论一番地的盘开 这是南岛官代表温宵合作者 当下的比赛 新平均做平均的过程 合作者表示 虽然单位才刚成立没多久的时间 比赛的伴手也没做 不过平均的过程 他连是会严格来罢官 以为是南岛地的好评计 今年冬茶 我们还是秉承 那个春茶的那个 过去 还是要把那个冬茶的那个品质 我们还是要求国厂长 在严厉的审核 最好是把那个 进口的嫌疑的 全部抓掉 当年这次冰箱的过程后表示 南岛官电影文小学作者 初期办的冬家地比赛 变分标准也是以主题 发表他去皮肥 丁两方面下去变分 茶叶的品质 落差当然是有 但是比起往年来 落差的那个状况 要比较少 也就是说 带轻味的或者是旧的茶叶 今年看起来大概是比较少 只是在这个 茶叶的这个发酵度 轻重跟茶轻条件 好坏上 我们大概做一个区隔 在初步七点 每一般比赛第一后 过程后进一步支出 虽然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 当年在三両减借 品质也因此有受到影响 不过在地囊主动地行的管理之下 今年当年比赛 好的地味 今年成为市地一定会追赚 那少数茶叶 它如果说它的茶园 比较平缓 或者是这个排水比较不好的 那这个茶树 不但这个秋冬茶产量减少 那它的品质也没有那么理想 但是我们比较高海拔的茶区 大概都是在坡地 所以它的排水状况是会比较好 而且茶树的这个树林 也比较年轻化 所以今年我们大概看起来 虽然量减少 但是品质好的冬茶还是很多 地质文章合作者表示 这场地比赛 只要是南道馆来的地囊 不管是能备大地区都一区 都能够保命参赛 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能够好好 行销南道馆的好地 记得出口开采文报道